再来花莲立委选战民进党及立委参选人张美惠政见说明会新陈场 特别就针对了苏华安的进度和花冬快推动做说明 那么张美惠表示苏华安目前只剩下一个瓶颈路段 还没有达成部落共识 需要有能力的立委来居中沟通协调 而在等待苏华安新建的过程当中 张美惠也强调认为要同步进行花冬快的新建计划 才能够让花莲从北往南的交通网更加顺畅完整 花莲对外交通是数十年来花莲人深切的期盼 往北的苏华公路现在在执行苏华安计划 进度如何花莲详情非常关注 立委参选人张美惠除了说明苏华安的现况 他也提出了要新建花冬快的证件 认为要无缝接轨才可以有效率打通花莲北到南的交通路网 那苏华改公路在109年通车之后 其实还有三个瓶颈路段 那个叫做苏华安就是苏华公路安全提升计划 那这个其实是在持续进行当中的 那因为这三个瓶颈路段会有遇到地方部落 那所以在这个取得共识的这个工作上 是需要一个有力的立法委员来参与协调来区中沟通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苏华公路的这个安全提升计划 其实是持续进行当中预计要在115年动工 121年完工 那其实花莲的重要的交通公路的需求 是不能够等待的 那花冬快速公路其实也要同步的来进行 它可以来优先 美会建议要优先衔接苏华安 从崇德就可以来衔接 那往台东 那这个分段的实施施工以及务实的评估 然后再具体的推动 这个是美会能够进到国会进到立法院要持续要优先 而且全力以赴要争取的工程 张美会强调认真的立委要能够协助突破花莲各项重大建设执行时所遭遇的困境 并且要能够兼顾效率 让每一项建设无缝衔接 毕竟花莲乡亲已经等待太久 地方的立委要有担当以人民的需求为首要的争取任务 戒旅会讯相报导